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很有可能会在近期外逃 那么这条线索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检查人员马上进入了调查 通过我们的一个技术到加拿大政策 有这个房子 名下是王勇的夫妻 王勇 51岁 一直在扬州市交通区工作 由于国家公职人员 怎么会用那么多的钱在国外购买别墅 看来这条举报线索极有可能属实 情况十分惊奇 如果王勇外逃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检查院决定迅速兵分两路开始行动 一条线就是派一个组 到相关的银行金融单位 来查找王勇的存款或者是汇款记录 另外一组就是到公安机关 查找王勇与消费的出来进去 信息很快反馈回来 在银行的一组工作人员 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而从公安机关调查回来的情况 却令人担忧 以往他应该多次到国外 当我了解了以后 没有人知道他到国外去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 按照规定呢 国家公职人员出国的话 都应该是报单位同意的 可是为什么王勇多次出国 他的单位却一点都不知道呢 而且更让检查人员紧张的是 他们到王勇的单位和家里去找他 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 而且他的妻子也不见了踪影 他们会不会已经听到风声卖逃了呢 紧急思考后 检查长果断下达了立即追捕 嫌疑人王勇的指令 我们首先查找了最近的航班 就是从国内飞往加拿大的航班 检查人员分析 从扬州出发到加拿大 王勇很可能从上海浦东机场乘机 于是侦察人员迅速与民航方面联系 但是却没有查找到 王勇购买机票方面的信息 侦察人员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条线索 于是一方面迅速赶赴上海机场 一方面通过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与上海联系 请他们帮忙补控 此时已经是接到线索的第二天 也就是2008年2月22日上午10时 离飞机起飞还有四个多小时 而从扬州到上海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 要想在飞机起飞前赶到 时间就非常紧迫 我们派了一组人马 迅速地朝浦东机场开车过去 我们感觉上海浦东机场的事 已经是下午1点半钟 侦察员们终于在飞机起飞前赶到了机场 但是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起飞了 却依然没有网友购买机票 以及办理登机手续的信息 难道他会选择别的地方离境吗 但是侦察人员判断 也不排除他在最后时刻突然出现的可能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 那么过了10分钟 1点50左右 机场公安就出来了 两个人在办理登机的事 被这个公安带到了这个检查 就是边险办公室 终于在王勇夫妇最后时刻登机时 被机场公安人员醒了出来 当场 检查人员就在他随身携带的箱子里 有了重大发现 这是2008年2月22号 我们在上海浦东机场 将王勇抓获之后 从王勇随身行李里面 刻下的一些书证 这些书证证实了王勇 卢王公管之后 为了这个 归还卢王公管的这个钱 这个与这个卢王公管的使用人 所定立的一些书证材料 证据显示 嫌疑人王勇 私自挪用3900万元工程款 给工程承包商使用 截至案发时 仍有1078万元没有归还 那么一个交通局的科长 有什么权利能够调动这么多的钱呢 那么今天觉得 还是起初还是王广田 王勇提到的这个王广田 是一个个体承包商 因为经常承揽工程项目 与王勇相识 1997年 国家投资50多亿元 建设江苏省淮江高速公路 王勇担任淮江高速公路指挥部 财务材料科科长 负责工程材料的构金 以及资金的拨付 此时 王广田也承包了 该项目中部分食料的供应 按照国家规定 对工程承包商的资金拨付 应该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 承包商供应了多少量的材料 就给付多少资金 但是 作为项目指挥部 财务材料科科长的王勇 又是如何执行这一规定的呢 实际上其实 根据本来我说 其实量还没出来 先预复了 由于有交情在 王勇不顾国家规定 在承包商王广田 还没有提供相应的 工程材料的情况下 就提前付款给王广田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一共预付资金3900万 先预付了 这样有风险吗 有风险 是什么风险 这个风险嘛 就是说如果说 预付给他 如果他量子不来 很可能资金就不容不来 这个就导致你资金要预舍 这个是风险 当时有没有隐隐约约 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存在 当初还没有 王勇说 最初他相信 将大笔的钱提前预支给王广田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些工程款 出现问题了呢 那你拿着这些钱 干什么去了呢 尤其是一般工程工 他有些需要有些特的 另外你呢 很多工程 就是做了以后 也有其他投资项目来 原来 王广田拿着王勇 预付给他的国家工程款后 投资到自己开的 大酒店等项目上去了 而这些项目 王勇也心知肚明 甚至还和王广田 一起去考察过 我完全是用了 这个整个 怀疆的 这个乔南预支 而且他 把钱搞到 他那个 宁安一个大酒店 当时宁安大酒店 准备去个宁安大酒店 刚刚开始搞 他也有去过 我也去看 那这个项目上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支持了 我们一个 事情成为一个 假如以后 经过 税了 肯定我们也不会忘记他 计划当中 也是有回报的 原本打算 如果酒店等等 投资成功了 王勇就能够获得 相应的好处 可是没有想到 最后却失败了 预付的 三千多万的工程款 可就真的出了问题 那么这些钱 又该怎么还呢 这个时候 王勇呢 又想了一些办法 做了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啊 使他是越陷越深 不能自拔 他就是说 整个 搞去贷款 实际上这个贷款 也是一种 就是说 什么 东强 不虚强嘛 救火的样子 救火 前面 到实际上 要还 赶快 这个贷款 把那个贷款还了 就是整个 赚来赚去的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堵上前面的漏洞 王勇 又以单位的名义 做担保 给王广田贷款 然后拆东墙 补西墙 用这笔贷款 偿还原来的材料款 没办法 那么 是人贵不是贵 就是 天天盯着 盯着他们要钱 那么 王勇是不是 像他和王广田 所说的那样 仅仅是为朋友 一起 在做这些事情的呢 检查人员 进一步调查 又有了新的发现 那么事实上 在事后 那么王勇 从王广田 走这个地方 一共 受费是180万 王勇的妻子 萧薇 在扬州市一家银行 担任副行长 侦查人员发现 王勇正是通过他 为王广田 办理的贷款 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 萧薇有一次 留下了其中的 一笔一百万元 没有给王广田 由萧薇出名了 在他的银行办理 因为他就把这钱 花走了一百万 那凭什么一百万 就不让他还了呢 他对我们 有这么多的帮助 实际上就是 他的意思也很清楚了 那我们 他要了就把它算了 随后 王勇又以同样的方式 从王广田 拿走了八十万元 除了挪用公款和受贿 办案人员还发现 王勇和王广田 还从采购石料上做文章 从而骗取巨额国家工程款 通过我们审查 翻车型的王广田 与王勇等人搁结 骗取这个 淮江高速指挥部的 这个工程资金 那么采用了 这个虚针石料的方法 经过我们查证 已经这个正式的 他们虚针的石料 将近是4.5万针 这些都是王广田 所承包的工程上 所用过的 采购石料的单据 侦察人员通过 详实的调查 发现王广田 虚针了200多张假单据 从而骗取 500多万元的工程款 那么这个假的这块 跟真的这块 也是搅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工程 就回去了 那贪污就达成 你贪污这个钱 都谁拿到了呢 贪污这个钱 应该说现在 都在王广田那边 王广田 他一部分钱 用于了他规环 就是欠王勇的 卢用工款 无法规环的这个钱 一部分就到 他的公司里面了 2008年11月8日 扬州市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挪用工款罪 贪污罪和受贿罪 对王勇提起公诉 同时犯罪嫌疑的王广田 为谋取个人利益 利用王勇的职务便利 与王勇共同犯罪 也以涉嫌挪用工款罪 贪污罪被提起公诉 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之中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 的是中央党校的林哲教授 林教授您好 您好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王勇 他是因为是国家公职人员 被提起了公诉 他的身份是一个个体的承包商 为什么也会因为涉嫌 挪用工款罪 贪污罪被提起公诉 因为在这个行为中 实际上是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是指 我们的刑法的第25条规定 它指的就是共同故意犯罪 它一般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两个人以上 第二个特点就是 它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 他们彼此联系 互相勾结 对危害的结果 起到了共同的作用 第三个特点就是 他们的行为是互相配合的 互相配合的 他们对于犯罪的结果 他们是了解的 但是他们采取了放任 和追求的 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们看到王勇 他是一名交的干部 这么大笔的挪用 国家的建设资金 而且呢 在挪用的当时 其实并没有 马上就有权钱的交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为什么敢这么做 因为有利可图 表面上看起来 两次的交换都是权力和情 进行了交换 第一次是与友情 他的好朋友进行了交换 第二次呢 是跟与亲情进行了交换 而在两次的权情交换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都是权钱交换 所以他这种所谓的感情 其实都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 目的还是为了金钱 对 那我们也看到 这起案件啊 不仅涉案金额巨大 而且呢 时间的跨度呢 也是比较长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还是接着 再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采访中记者发现 王勇最初作案是在1997年 那么为什么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 竟然没有被发现 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呢 该案件侦查终结后 检查机关就该案件中 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向当地交通部门 发出了司法建议函 那么交通部门落实的情况 又如何呢 现在我们加强加强机制 绿控机制 这个政经易不完善了 林教授 根据您的研究 像这样的违法犯罪 到底怎么来预防 那就是需要对每一个环节 都把这个环节扣紧了 并且有相应的监督制度的配合 那比如说 它是一个材料科的科长 那么材料科科长 在很多的材料的进出的过程中 它就要签字 它就签字就会发挥效力 也就是它有这个签字权利 批拨的权利 那么它这个权利谁来制约呢 就需要专门的制约 这个制约首先必须有个制度完善 就它签了字以后 就它签了字以后 由谁来审核 并且呢 对它签字以后 所产生的这样的行为的后果 谁来进行监督 材料是不是到位了 应该有人 而且应该有汇报制度 那像这么大笔资金的 进进出出和去去流流 是不是也应该经过一个 非常严格的审计的程序 对啊 就是你的投放的去向 就是你的这个投资的去向方向 以及它的运作情况 这个一定也需要专门的制度 和专人来进行专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漏洞 这漏洞的有些呢 是用制度设计上的原因造成的 也有一些呢 是因为制度执行的不够到位 所造成的 我们也常常说 千里之低啊 溃于乙穴啊 一个小小的漏洞 可能到最后 就会造成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以呢 也希望有关部门啊 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以后 一定要吸取教训 能够真正的堵住漏洞 不要让国家的投入 就这么白白的付出东流了 同时呢 那些手握权力的官员们 也一定要请你们 慎用手中的权力 好了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谢谢林向述 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新的说法 再见 12-13-18 谢谢林向述